地震过后台铁花连到台东区间仍然是停驶 新万里西桥玉里到东里间的克城一号桥等三座铁路桥都有受损情形等待修复 预计先将玉里站以北副里站以南的铁路修复 未来玉里到副里站18.8公里路段改以公路来接驳 这样的状况恐怕也会影响到春节的运输 还有游客前往花东出游的意愿 地震过后台铁花连到台东区间仍停驶 新万里西桥玉里到东里间的克城一号桥等三座铁路桥都有受损的情形发生 预计先将玉里站以北副里站以南的铁路修复 未来玉里到副里站18.8公里路段改以公路接驳 这样的状况恐怕也会影响到春节运输 以及游客前往花东的出游意愿 绝对会啊 像现在朋友要从外地回来还有亲戚 他们说现在都没有办法坐回来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搭累火车啦 可是你累火车你还有造成转车的麻烦 在来的时间上觉得会耗比较多的时间 当然就不变啊 一定很大 不是需要到明年去吗 地震灾后台铁规划恢复东部铁路行驶 只是新秀湖兰西桥一时半刻 仍然无法恢复通行 修复时间如果长达半年 恐怕也会影响春节的运输 华东民众返乡 游客出游 意愿恐怕重创广光 记者高双双 郁震财宝报道